我们开始战斗 大王TV开启直播 欢迎小伙伴们前来支持哦 好啦 那么让我们聊会场地啊 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双方配置啊 好 那么先把所有的飞机都选上 看一下他开局的飞机走向啊 这一把的话 可以说啊 除了对面的鲁文之外 其他的船啊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没有任何防空的啊 啊 我们可以肆无技能输出 但是不幸的是 对面的白龙是一个422啊 一个422 这边的话第一波我们扫射扫空啊 后面直接接一步扫射 将对面的两组战斗机直接扫射直升一架 但是啊 现在发现对面另外两组战斗机前来支援 那我们这一组战斗基本上就已经交代在这边了 但是我们的两组战斗 换白龙和两组战斗啊 基本上来说不算很亏啊 因为我们的这一步进攻是可以扔出来了啊 鱼雷鸡的话它是挂在家里没有动啊 那么我们开局的话也是选择啊 直接卡这边这座山啊 大家注意它的母舰正在往这边山里面卡 然后这里啊 自动扎一下鲁雯 但是鲁雯非常的贼啊 没有开AA啊 那我们优先就挑这种防空高的船啊 先啊 趁他们开局啊 走位不是非常密集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种鲁雯 鲁雯落单 我们尽量去削减他们的血量啊 到后期这种船流到后期的话 对于我们啊 它开个防空啊 对于我们的飞机打散效果和击落效果还是非常强的 好这边的话 对面两组战斗机前来拦截 但是我们已经投完蛋的空袋剑暴 你是绝对追不上的 好那么看一下我们的鱼雷机还在这边找目标啊 对面的两组战斗机现在是没能够及时牵出来 并且对面的这两组战斗是来追我们的剑暴 好那么我们的鱼雷机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个空档啊 呃看看这里有哪个倒霉鬼呢 哎 亮了一个最上啊 呃那么我们鱼雷机拖过去看一下这最上开不开A啊 如果说他开了A的话呢 我们下一波剑暴过去是能直接打伤害了 好在强者上角度最上还在开炮 他并没有看到这组鱼雷机OK 哎 好吃满啊 好并且队上已经被我们队友拍了一轮 哦 直接一发训爆可以的 哈哈 哎呦 这队上 呃 毛顾的开炮被队友拍了一轮核心 又被我们一发玉雷直接训爆 哎呦这个可以啊 非常好的开局啊 非常好的开始 好这边的话我们再读啊 但是非常可惜的我们扫射扫空了 啊对面的话明显是一个知道多少射的 但是他的飞机并不怎么会操控啊 呃 经常是两组战斗机叠在一起走 嗯 好那么我们这边对过扫射他的战斗机应该会及时拉开 啊对果然啊 及时拉开了战斗啊 但是我们仍然是刮到了一架啊 他这个战斗机拉回来的有点早了 所以说呢 仍然是被我们扫射刮到啊 这个一组打对面七架 呃 一个扫射啊直接打了对面七架 啊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啊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话 一个大壳是没有敌方的 基本没有敌方悬崖保护的 对面的藏王应该是不敢跟着他往前走 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吹雪啊 啊另外这边的话天城旁边是蹲了两个悬崖剑 所以说我们暂时是不去考虑他 因为我们因为对面是一个422的配置 我们等不起那40秒的AA时间 虽然说他的AA打不下我们任何危机 但是我们等不起那44秒 对面的战斗机是可以回原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要挑对面啊 软柿子捏啊 这打盒就是个软柿子啊 走啊直接箭报啊直接箭报上 啊但是我们这边的话是被他的水箭咬上了 只是砸出了一把火有点伤啊 啊对面的吹雪也是不敢太过冒进啊 太过冒进直接被我们给做了啊 啊那么对面的战斗机直接选择咬我们的箭报啊 那我们的箭报因为我们自己的母舰位置已经卡好了 那么直接把自己的箭报拉回去用自身的防空去打这个箭报啊 啊用自身的防空去把对面的战斗机给击落啊 啊另外的话忘记说了啊 啊至于为什么防空流的中毒岛要用212的配置啊 艾玛说自己纯粹就只是带错了 然后正好碰上了对面的422白龙 然后再配合自己防空圈直接把对面的白龙给打棍了 哈哈哈哈 呃呃我当时就说了啊这个可以有啊 啊做个视频做个视频来记念一下啊可以的 啊纯粹就只是带错了啊大家自己玩的时候 如果你的防空流中毒岛是113比较合适啊 还是113比较合适啊 啊因为你可以配合自己的防空圈啊啊 啊对面只要敢进了你的防空圈里的船啊都得死啊 都得死啊对面的航母的飞机其实是帮不上任何忙的 好这边的话对对面的鱼雷机虽然说是咬住了 但是非常可惜啊被他投出来了是一波急速雷啊 好这边又一波扫射直接在转他自家飞机 因为我们的212212中毒岛啊战斗机不值钱啊 因为我们是防空了所以战斗机根本就不值钱啊 啊开局的话就直接给自己的呃 攻击机换输出就可以了剩下的啊 如果说当对面快要凸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防空来为我们的攻击机取得啊 很成功的攻击路径啊这边的话再一波雷 好啊虽然说水价及时咬住但是啊大家不要忘了防空的机制啊 啊在被我们的站在被呃咬住后的三秒之内投下蛋啊 那么我们的鱼雷仍然是密集的 好打散发雷直接两大和送回港志同 啊那么投完蛋的鱼雷机啊送给你也无所谓啊 剩下的话我们的剑报需要去解决这边的人了啊 啊这边的话也是比较麻烦西佩尔爱荡然后再加一个天城 啊我们找一下这边好像是一个落团的提尔比兹啊 我们有机会哎开炮了啊开炮了来亮下哎果然是个提尔比兹 然后下面的话这里是哦出云 嗯OK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提尔比兹 但是因为我们的战斗机都是在跟对面消耗中啊 所以说啊可能我们这里的叠道不能非常顺利的叠起来啊 来先第一组哦两把火天城比兹要掉存管了啊 哦但是我们的鱼雷机并没有起出来啊那只能依靠自己的哎 掉存管了啊身上火已经没有了嗯啊但是我们这边出来的话 我们的爱荡可能爱荡可能爱荡可能会帮忙开个A啊啊 啊如果爱荡开了A的话呢我们下一步鱼雷机就刷他 啊其实对面的422白龙也是在尽自己权力非常的弱 但是他的这几组鱼雷机哎哎荡开A了啊 啊但是他的这就那几组鱼雷机和几组剑暴啊 啊基本上对于我们的全局威胁性啊会比233要小的很多啊啊 啊也可以说是我们的212和对面的432互相在比输出吧 这一把其实啊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啊 啊一边的话我们的大河出云铁尔比兹行登堡啊 基本上我们除了行登堡之外也是没有任何防空船的啊啊 啊这个弗来车的话好像也是没有带A 对面被对面白龙一波鱼雷机在燕里直接刷死 好那么我们的下一组鱼雷机起飞啊 这一边的话啊对面的天神已经是选择直接掉头了啊 这况且这边的西特尔离得非常远啊 啊爱荡的话是直接撞山撞在了这里 那么我们的战斗机进一区啊 这边先把他的这一组战斗咬住 哎这边扫射哎呀扫射的位置有点偏了有点偏了 好对面的战斗机想要鸡尸摇 但是同样的我们是提前啊 提前已经是做好了头战路径 那么我们的鱼雷机并没有被打散 好的四颗吃满 可以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战斗机再往位拉一下 好现在的话已经是在我们的防空圈边远了 我们的中途导在这边对面的战斗机并没有办法打到我们 但是他只要一旦啊再靠近啊再靠近这边一公里的话 我们的攻击机啊起出来就直接找他 但是对面的战斗机完全对于我们没有任何危险 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空圈在这边 好对面的两组战斗机想要护住他们的铁尔比兹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OK这边一步扫射先躲一下 好咬住然后手动选上啊 这边虽然说我们在录像里面是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手动防空选择标志的 但是啊在真实情况下他肯定已经手动选择了 他瞬间秒杀 然后这边又上来一组啊因果扫射 然后我们再继续咬住他 好702公里又是在我们的防空圈内啊 但是我们的这一组剑爆被打的比较少了呢 所以说两组就直接一起自动投了一千多血 来砸死了好的漂亮 好顺道再把他对面的战斗机全部给占住啊 啊对面的战斗啊 刚养完我们一组我们瞬间再打的再把他咬住啊 配合自己的防空对面的战斗机啊 吃蝎就掉没了 现在已经是打了对面啊一半的几乎了 对面白龙一半的几乎51架啊52架52架 以及对面白龙一半的战斗机几乎已经全部被我们给打没了 好对面的这个铁尔比兹显然是已经发现了 我们在这边卡着啊 现在是打算上来骑我们了 我们现在赶紧把自己的档位换成倒档啊 这边录像的话 他是不会显示我们的档位在哪一档的 这时候他肯定是切换成倒档了 好此时对面的白龙仍然在疯狂的输出我们的下面 但是我们下面是有次新增堡的 你的白龙飞机想要做开了AA的新增堡啊 并且的话只有自己的两组还是比较困难 但是新增堡被对面的初银一轮穿了核心啊 冲了太前面了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啊 这边一波雷刷下 但是刷的这个提前量算的有点少了啊 只能做三颗啊 但是进水了可以 切尔比兹要将损管了 第五组肩毛起出来 好赶紧倒船赶紧倒船 我们的初银和那个 提尔比兹这边日边的一圈船 正在回源的路上 好这边就不自己自动炸了 直接手直接 不手中炸了直接自动啊直接自动 好再一组舰炮 好的漂亮啊 提尔比兹两码火了 那么然后啊 就看我们自己的副炮的造化了 现在我们所有飞机全部都在 哦 副炮 哦 副炮 干死他 干死他 我们的副炮 哦 测鞋 哦 我们中路长测鞋的副炮 哦 干死他 哦 这是这是对面提尔比兹了呢 好 倒他倒过来 倒过来倒过来倒过来 这一颗不吃 这一颗不吃 哎 好的 然后交个损管 然后不交损管吗 哦 他怕提尔比兹点他火 不交损管 哦 进水加起火 哦 然后出一轮提尔比兹只剩4000绝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预列机 哇我们用预列机的视角来看一下 哦 哦 哦 我们的提尔比兹一轮最终带走了敌方的 啊 我们的 我方提尔比兹一轮直接带走了敌方提尔比兹 总算是活下来了 啊 现在的话我们的损管已经是在ZB 但是啊 对面的艾档如此的近 啊 哎呀 来 我们的一波啊 又是一个在开AA前直接确定好了我们的头战典 啊 那么艾档直接接两颗带走 好的漂亮 哦 那么艾档临死前没有开出一轮吧 啊好身上只有一把火应该烧不死啊 应该烧不死啊 哎但是我们现在被飞机点亮了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啊 这个提尔比兹的话可以看到对面的 呃 白龙的话好像已经是没有飞机了 啊 这个渔脸机起出来都不是满边的了啊 啊 对 箭炮起出来也不是满边了啊 对面白龙的话 机库已经见敌 我们现在是54架飞机 哦哦哦哦哦 对面白龙一半的机库都在我们手上 好对面白龙也是非常贼啊 这个跳了个 掉了个战斗机挂在我们这边啊 啊 好让对面的藏王啊 这边有个藏王在啊 啊 对这里啊 这里刚刚亮过一个藏王 现在藏王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藏王现在应该是要在洗我们 好他在这边砸这个天成啊 刚才市长没有切过去 不好意思啊 啊没有注意到啊 实在是战况太佳足了啊 好现在还有6500的血 火灾已经是结束 但是我们现在仍然在被飞机点亮 对面的藏王 哎就是藏王的炮弹 哦哦哦 这边飞机在这边 我们的战斗机赶紧赶紧去把这个飞机给打了 不然的话藏王吸起来 我们是肯定撑不住的 哇 现在我们是一艘船扛着出云的炮火 再加藏王的炮 我们现在赶紧往这边跑啊 赶紧往这边跑 看一下这个三应该是能帮我们卡住 然后先把这个出云的战斗机给咬掉啊 然后再去追对面的对面的战斗啊 这边再追出去一点啊 果然藏王在这里 好那么顺道的话 剑爆再去炸这边的天成 好我们现在的话终于把对面的战斗机给赶开了 现在已经是进入一个灭点的状态 其实对面战斗机啊 如果说跟我们在这边拼一下的话 再给藏王多点机会可能我们就死了 哇 那么 呃 配合孙管我们直接将地方的天成击杀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组鱼雷 啊 马上就能洗出来了 啊 这个藏王还有两万多血啊 只要三颗雷才能带他主啊 并且藏王的话很有可能自己的AA还在手上 啊 这个有点麻烦 啊 那么如果藏王AA在手上的话 我们只能去后面找出云啊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 这一批队友全部一票都跟上来了 啊 那么所以说啊 问题应该不大 只要队友不傻在这边帮我们扛一下的话 是啊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面TRAGER的话是 猥琐了一整局啊 猥琐了一整局 啊 终于是已经 可以跑出来了 来啊 啊 这边投的是 哎 他预判藏王要撞山 藏王撞不撞山 撞了 哦 死了 啊 三颗雷直接秒杀 漂亮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啊 好那么现在的话 可以看到我们的鱼雷机机库已经见底了 然后战斗机机库也基本已经是耗完 来继续砸这个初音 哦 爽 现在的话是对面没有办法对我们进行任何输出啊 他的鱼雷机想要来做我们 但是一进我们的防空间直接被我们的防空炮瞬间打没啊 啊 并且我们这边的队友是全部都在我们的防空圈内的 对面的白龙想要造成输出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啊 啊 OK啊 再打掉他一下啊 我觉得我觉得战机杀手差不多该有了吧 将近40架70架飞机了 这边两组剑包也顺早秒掉 然后再打掉这一架 战机杀手 来来来来战机杀手 哎呀还是没有 好那么我们的剑包继续去炸这边的初音 然后对面他这个剑包啊 又是来送了又是来送了 这位白龙战斗机好像已经是没了 来砸 有没有机会 好的两千多雪 一把活能不能少死 啊我们的初音也是非常肯定 直接一波带走了敌方的 啊 吹雪啊吹雪是人雷人失误了 好的漂亮又打掉三架 哦战机杀手 可以的 哎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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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73架飞机对面白龙彻底棍了 对面白龙 啊 啊三天六的雪我们是扛了对面的铁尔米兹 在家出云 在家葬王 哦 天哪 但是最终还是活下来了啊 最终还是活下来了 最终还是活下来了 好 现在的话就是对于对面白龙的啊 就是对于对面白龙的出场秀了啊 这白龙现在也是我们男龙之物啊 啊时间还有两分多钟啊 完全足以摁的死他啊 嗯 现在是一定是七杀二十四万伤啊 最后对面的白龙也是被我们的剑包 直接给砸死啊啊 啊 啊 那么 呃结束语就先在这边说了吧啊 啊 啊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啊 啊 我们下期再见咯啊 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用 呃 飞机的视角来看一下白龙是如何被我们的剑包给砸死的 啊 OK他现在在等这个白龙交损管啊 并且在是等这个白龙啊 啊 那个被队友打成残血好不好 好 补刀 两组剑包打算叠在一起炸啊 可以的 来我们的八杀啊 八杀 尽在支持 come on 九千血的白龙 来 砸死 再来一组 哦 嗯 结束 好 啊 啊 哈 和